晚上9点钟让我们一起来看世界 大家好我是彭聚 今天我们要带来关心的一个最新的消息 相信大家一定也非常的关心 相信大家也支持我们新闻直播这么久了 我们要全部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们要延长时段 从下个星期一开始 我们的新闻直播时段将会延长为6个小时 从下午的5点钟 一直到晚上的11点 有我还有心仪以及心话 三个人共同为大家一起来服务 也请大家持续锁定 在线上跟我们一起谈新闻聊新闻 也欢迎大家在这个留言区里头 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不过说到国际新闻 当然以全球的重磅消息来看 还是拜习惠马上就要登场了 而且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也已经到了旧金山 从机场到饭店沿路都有侨民 而且摇红旗拉红布条为他呐喊 所以当然场面是非常热闹 而且在大陆媒体方面 其实你可以闻到这个报导方向的转向 过去可能对美国的言论是比较剑拔弩张 而且针锋相对的 但现在换上了一片祥和的氛围 甚至还赞颂中美关系 还传出要播美中的爱情片 习近平走出专机挥手致意 抵达美国旧金山 虽然没有铺红地毯 美方派出财长叶伦 加州的州长纽森 以及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等官员接机 更准备声势浩荡的警车开导 说实料美国警车引导习近平超长的红旗车队 沿路都是中国大陆侨民 挥舞美国国旗与五星旗 从机场到习近平下大的饭店 周边维安严密戒备 甚至有封路措施 而在封锁区外 几乎都是大片的红底黄字横幅 欢迎习近平 窥向欢迎自己的主席 难得的机会 中国和美国和好 越来越好 我们的各个经济 各个方面都提高 壮大 睽问六年 习近平再度访美 为了出席爱派峰会 并在场边跟拜登会谈 美国总统必须在每次专业的专业 我认为总统要专业的力量 在抗议中国的人材责罪 在新疆国 陆媒一篇唱好 新华社评论 叫准航向再出发 人民日报头版 还出现习近平跟美国有人的故事 飞越太平洋 感受中美民意暖流 《环球时报》则推出 中美两国交响乐 可以更和谐悦耳 同时微博上传出官媒重播 战争爱情片《黄河绝恋》 掌握美国大兵跟中共八路军女兵谈恋爱的情节 中国大陆宣传系统各方面为班习会造势 美中关系吹暖风 不过其实在街头上或许刚刚我们看到的画面是 在大街上有很多的侨民摇旗呐喊 迎接他们的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但是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角落 就是反中团体也上街示威 甚至呢跟这些侨民双方一言不合就打起来了 而且说到这一次旧金山这个场地这个城市呢 过去可能会觉得说他的治安好像有点败坏 现在他们也希望整顿游民一刷前耻 周金山接到五星旗飘洋 大陆民众用骑海战术迎接习近平到访 输人不输政现场也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标语 以及抗议中共一党暴政的步调 没想到挺习反习互看不顺又扭打成一团 斑马线上女子被推倒 一旁还有穿红背心的大妈气氛飙骂 为然警察只好出动劝架 我认为有很坦白的传统 是说是远洋路 我们真的正在转向我们 说是远洋路 旧金山希望借着APEC峰会甩开治安败坏的臭名 过往一条游民聚集的街道还被瞬间清空 所有人都被接去旅馆住 最有趣的是看到他们把城市移动 看到路线路 昨天我看到很多家庭的人 在这个城市 但今天我认为他们禁止了一些东西 在这个城市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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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意一口气掉了四成之多 其余旧金山民众 也被眼前这副景象吓到 当地知名泛美金字塔高楼 出现局一人悬吊半扣 民众捕萨撒 以为是示威抗议 搞了半天 这其实是旧金山市府 特地安排的公共艺术表演 一些新闻 综合报导 好 在IPEC之前呢 大家非常关注的 还是拜席会 到底双方要怎么会 这个现在确定是在旧金山的 湾区来继续办 但是讨论的议题 其实这几天我们也都聊了非常多 但基本上跟全球的议题 都有高度相关 包括现在的中东冲突 以哈冲突 还有俄乌战争 甚至俄罗斯跟北韩的关系 预计也都会在这一次 双方领导人见面 还有会谈当中 来进行讨论跟提出 另外就是我们一再提到的 台湾问题 还有人权 甚至人工智慧AI领域 扩及全球的状况 其实也都会来进行讨论 但是除了说到双方会面 其实在之前我们也讨论说 其实包括美中之间都各有盘算 但现在呢 美国的媒体就揭露说 大陆这方面要求百分之买的完美 到底要达成哪些完美 或许当中的议题 我们看到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像是包括是美中当中 可能会重建所谓的军事沟通 还有中美合作打击芬太尼 芬太尼是一种毒品 过去这个中国大陆就被指控说 他们对外输出这种毒品 还有呢 预计也会增加商业航班 现在中美关系有机会来 共同打击这个重量级的毒品 还有呢 这个美国希望大陆对伊朗 或许来发挥影响力 因为基本上 伊朗跟美国的关系 是比较紧绷一点的 还有大陆当然在经济方面 他希望是有所斩获 希望美国可以放宽 关帅跟半桃体的管制 而现在呢 到底谈成的机会高不高 就要看 接下来双方声明会怎么发 而且对外表态 不过美国的国家安全安委会的 前亚洲事务主任 他就说 其实在这一次的会名当中 其实陆方的要求是非常多的 因为呢 大陆方面希望习近平来到美国 其实是受到皇帝般的待遇 所以每个状况每个环节 都进行了密切管扣 除了刚刚我们在画面上 已经看到了很多的侨民学生 在挥舞大陆的国旗之外 还有这个在峰会前拜习会 也特地标选了一个额外的地点 就是希望可以展现习近平的地位 还有呢 再接下来跟美国的企业高管共进晚会 也会展现他的人气 还有能力 要确保这个盛况是空前的 不过现在到底要谈什么 CNN更聚焦 他提出两个部分 第一个会谈重点是台海安全 第二个中美关系呢 应该会复所谓的经济交流 就是CNN 帮大家整理的两个看点 不过呢 其实在这一次双方的拜习会当中 预计他们谈的时间也非常长 来到了四个小时多 南韩外交部长齐聚在APEC部长级年会 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 布林肯提到维护印太经济活动规则 尽管没明确点出中国 但显然呼应美方抨击北京霸凌亚太小国 在拜习会前夕先向中国喊话 拜登和习近平周四将会面 外媒分析会谈重点之一 双方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对峙 第二个重点就是恢复双方贸易交流 尤其美中双边今年爆发间谍气球冲突 导致多领域沟通中断 现在积极修复双方裂痕 习近平也是时隔六年再度踏上美国 上一次习近平到访 是由前总统川普高规格款贷 还派出尊女当场献上中文经典歌曲 而习近平访美也可追溯到1985年 38年的时光过去 习近平从地方官员 现在变成统治14亿人口的领袖 美国媒体报导 习近平会在旧金山设宴 美国商界领袖积极参与 据说要和他同桌吃饭 得花上4万美元才有机会 TVB的新闻听不到 不过就在拜协会登场之前 拜登又说话了 他甚至讲的比较直白一点 说中国大陆真的遇上问题 我们先来关系他的场合在哪里 是在旧金山上的这个募款活动上 他怎么说呢 他说中国大陆真的遇上问题了 而且他甚至点名说 习主席是美国如何在世界上 重新确立领导地位的另外一个例子 但是其实呢 在14号稍早在白宫 他的说法似乎又有一点落差 他说拜祈会是改善两国陷入困境关系的机会 还有美国不会尝试跟中国脱钩 现在呢是不会脱钩用这样的字眼 希望可以回到正常的沟通管道 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可以拿起电话交谈 因为在过去其实有情报显示 或是有媒体报道说 其实双方是没有办法 透过直接的热线交谈的 而且确保两军可以相互沟通 意思呢 包括在军事的沟通上 交囊上都是希望达到一个顺畅的态势 不过大家可以发现说 比较其实同一天的时间点 不同场合就出现了不同的这个言论 相对来说在募款活动上 比较表达的是这个拜登 比较强硬的态度 或许也是在跟他的选民来进行喊话 可能就是在这边出现了差别 不过在这次的拜祈会上 双方希望达到想的目的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驻美特派 尼家辉的分析报道 美国总的拜登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台湾时间凌晨2点45分在旧金山市区 南边50公里的费罗利庄园登场 这场隔了一年的高峰会不会大幅改善 或者重置美中关系 双方都希望关系走向稳定 避免误解误判 这场峰会也不会有一长串的成果清单 但拜登跟习近平都有各自的愿望清单 拜登希望维持沟通管道畅通 尤其去年夏天前仲苑议长裴洛西访台后 几乎中断的美中军事对话有机会恢复 不只是国防部长层级 印太地区的司令层级 还有实际行动层级的对话 也希望能够恢复 那么白宫资深官员表示 美中经济商业和科技对话都还是持续 那么能增加军事对话 就可以防止美中竞争演变成冲突 而在打击芬太尼问题上有所进展 彭博新闻报导 拜登和习近平会宣布一项合作计划 中方负责追查化学公司 阻止芬太尼和芬太尼原料的流通 另外在中东局势 拜登也希望中国能对伊朗发挥影响力 要伊朗和伊朗所支持的组织 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导致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的扩大 至于习近平要什么呢 主要就是要美方的保证 跟一年前巴厘岛对话一样 希望美方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新冷战 不支持台独 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无意寻求与中国脱欧 脱钩 无意阻挠中国的经济发展 那么在台湾总统大选 倒数剩下不到两个月的这个时候 习近平希望拜登能更强烈的 针对反对台独做表态 这次拜习峰会双方针对台湾议题的相关声明 当然我们台湾最关切 另外习近平希望在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 能有所松绑 包括半导体相关的出口管制 钢铁关税 各州禁止中国购买土地 尤其是在军事基地周边 还有对美国高科技企业在中国的投资限制 另外习近平还希望传达一个讯息 那就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可以投资的好地方 明天习近平和美国企业领袖的晚宴 他就会好好的宣传这一点 那么拜习会本身重要 但是APEC之后的发展更关键 俄乌战争持续再加上以色列 哈马斯的冲突 接下来1月的台湾选举 明年年底美国总统大选 都只会让美中关系有更大的压力 其实很多学者在看这一次的拜习会 马上要举办的拜习会 其实都会认为说 现在美中还是陷入到一个 对抗的结构性的挑战 现在的会面或许只是一个短暂性 短期的周期性回温 这其实或许从双方的论调 还有在会前的一些交锋 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现在来看到 其实现在在拜习会前的交锋 中美真的可以用互不相来形容 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的说法 他引用在当年2020年的一个说法 环太平洋国家应该能自由选择合作 否判 而且他也认为印太地区的和平 还有平等是非常重要 也是暗指这个 中国大陆是欺凌一些比较小的印太国家 而中国大陆呢也批评美国在亚洲 怎么可以搞一个军事同盟的角色呢 其实也都是言辞算是非常的严厉 而中国大陆的国台办发言人 朱凤莲也说了 他点出了台湾问题呢 是中国的合金也是利益当中的合金 是不能挑战的红线 甚至呢他也说 这个美国应要恪守一中原则 反对美台当中任何的军事联系 甚至他也点名说 像是美国提供台湾军援或是融资 其实就是一个引发战火的一种动作 不过我们其实的台湾代表 其实张忠谋也已经达到了旧金山了 现在传出他也很有可能 跟美国总统拜登一起见面 为台湾加油齐喊口号 为台湾加油齐喊口号 不只约有50名侨胞守候 驻美代表萧美琴也在当晚设宴款待 那我非常荣幸在这里 能够欢迎张忠谋领袖代表 再度的代表台湾率团出席 APEC经济领袖会议 这回是张忠谋第七度代表台湾 参加APEC领袖峰会 也是第六次接受蔡总统指派 今天是肖代表欢迎我们从台湾来的人 我在这谢谢他 晚宴上大伙举杯致意 席开近20桌180多人出席 现在盛传台湾正积极安排 让张忠谋和拜登会面 白宫官员表示会依循往例 至于张忠谋呢 白宫资深官员表示 台北代表参与APEC 张忠谋和美方官员 会有适当的交流 而这也是符合过去的惯例 去年张忠谋和美国领袖代表 贺锦丽在泰国有双边会谈 2018年也和彭斯会面 所谓的依循惯例 是不是真的有机会见到拜登 不好意思 感觉怎么样 感谢 谢谢 不过张忠谋没有多透露 究竟会不会会会 美国总统拜登 似乎定局前双方口风都很紧 TVB的新闻找不到 好我们再来关心到 以哈冲突的最新进展 现在最新的进度是以色列的军队 已经攻进了当地最大的医院 叫做西法医院 因为其实我们在昨天也告诉大家 西法医院在加萨地区 本身就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还有战略地位 而现在呢 以色列军队是正式的攻进去了 以色列的军队呢 其实正在西法医院的特定区块 进行准确而且针对性的攻击 他们的说法是要针对是哈马斯的人员 而不是里头的平民 但是毋庸置疑的在里面 还是很多的病患 医护人员 还有到这里来避难的人士 而根据巴勒斯坦的媒体说 其实他们是把坎克 直接开到了医疗大楼的正门口 而且旁边还有其他的军车等等 甚至推土机也跟着进入现场 你可以听到根据目击者的描述是 你听得到枪声 还有很多的爆炸声响 而且呢 其实为什么要特地攻进西法医院 主要以色列的观点还是持续的认为说 在这里呢 被哈马斯当成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事祭典 尤其是在他的地下室 像白宫就说了 其实他们是站在以色列军队的 这个相关的论调上面 他说现在已经证实这些医院被当成隐藏 还有支持军事行动 而且关押人职的地方 再来呢 哈马斯当然是反驳 他说你怎么可以对这个医院开火 而且里面有非常多的平民难民 甚至呢有很多的是病人的状态 以色列还有美国应该负责 也控美国是对以色列屠杀平民这样的行为 来大开律的就是哈马斯一个对外发展的看法 而世界卫生组织也是认为说 其实你怎么可以对医院动手呢 因为移送病患是不可能的任务 医院一开始就不该成为攻击的目标 也甚至认为说以色列的行为 根本就是叫人去送死 而现在美国掌握的情报 就跟白宫说的一样 他们认为里面其实也是哈马斯 用来关押部分人职的地方 第一人称视角影片 以色列军在枪林弹雨中狂奔 举步枪进入每一栋房子 找敌军身影 还发现哈马斯存放各种枪支炮弹的房间 以色列士兵选择遥控炸弹爆破 宣称已经控制加萨市 已军还首度攻进加萨最大的西法医院 新生儿紧急撤出加护病房 医院走廊弥漫浓烟 呼吸者表示已军在医院外开枪 然后闯入里面检查每一间病房 看到人就问话 以色列指控西法医院地下 藏匿哈马斯据典 甚至仁慈就藏在这里 美国替以色列背书 但哈马斯官员拍片反驳 同时冬天逼近加萨开始下雨 虽然终于有水可以收起 但也带来灾难 不止淹水下大雨也代表更多传染病流窜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警告 加萨当地户屑疫情大爆发 通报病例是去年同期15倍 DVN新闻组合报道 所以其实对加萨地区的居民来说 还有可能现在出现疫情的情况 但是呢 其实在医院里头人员恐怕面临到 是非常致命性 而且快速性的生命危机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 以色列的军队 现在已经攻进了西法医院 但是在医院里头 到底有多少人 这件事是必须要先来厘清的 其实现在包括以色列 还有在当地的这些卫生部 甚至其他的媒体 说的说法还有人数 是没有办法精算的 但是我们今天来看 是加萨的卫生部的官员 他说的一个数字 他说如果我们现在来看里面的数字的话 不只有医护人员 目前是有1500名 还有很多人是躲在里头避难的 将近有7000名的人员 所以加一加至少就有8500人左右 甚至他们也指控说 其实以色列的军队就在医院里头开火 开枪 甚至还一度有出现爆炸的情况 在医院里头进行审问 包括谁呢 包括病人还有医生 甚至BBC也说 目击者表示说 他们在以色列军队进去之前 其实是有施放烟雾弹的 还有半岛电视台也说 在医院里头 其实从种种的痕迹来看的话 似乎曾经出现爆炸情况 所以大家也可以想像说 在里面的战况是有多惨烈 而以色列军队也对来表示说 他们在部队进入到医院的时候 其实在进去之前 遭遇到了一些恐怖分子 还有这个爆炸的装置 也杀死了5名的武装分子 甚至在里头也发现了武器 但是他们也说 虽然说我们攻进了西法医院 但是我们同步也提供一些 因而用品或者是食品以及医疗物资等等 为他们的行为来做一个便捷跟缓解 不过现在大家最认同的恐怕还是说 基本上医院是没有办法攻进去的地方 是这个所谓的人道危机 不能发生的区块 而白宫也说了 不支持空袭医院 也不愣见在院内发生交火情况 但其实现在以色列 除了这个针对医院之外 他们也攻进了哈马斯的政府议会 以色列军队地面炮火狂凶坦克步兵 进入加萨市 同时准心锁定 瞬间炸毁建筑物 以军入空夹击 最新更在社群宣称攻占哈马斯 多座政府大楼 第七旅哥兰旅士兵攻占议会议事厅局 以色列国旗还打下敌人研制武器工程学院 和行动总部 不过哈马斯持续从旁回击 城市相动夜间突袭打游击战 拿RPG火箭推进榴弹炮反轰 地面激战 双方冲突至今传出以色列 多达47名士兵嗓命 而日前曾出现在哈马斯人质影片当中的 一名19岁以色列女兵 现在以色列已经证实她的死讯 但死因没有明说 不过哈马斯宣称 女兵是命丧于以色列的空袭 TVBS新闻都不到 所以说或许接下来以色列 可能会有更多的影片 或是相关的证据 来证明他们进入到西法医院的这个状况 进入到这个医院里头 是有他的正当性的 但是呢我们要持续来看到 他们的行为 让国际上很多的国家也都看不下去了 像是在拉丁美洲 现在有第二个国家 也就是贝里斯断交以色列 他们理由当然还是看不下去 现在呢 这个以色列对加萨地区的疯狂烂炸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说 从上月7号以来 以色列是持续的违反国际法 还有反人类法 以色列军队不断的狂轰烂炸 所以贝里斯政府是不再欢迎 以色列的大使 甚至也撤回认证贝里斯 驻特拉维夫荣誉领事的要求 这是法新社的报道 而且当然呢 这个开第一枪的不是贝里斯 而是这个玻利维亚在10月1号的时候 就是率先断交了 还有包括哥伦比亚 还有智利 宏都拉斯也都相继的召回大使 不过其实这样的分级 不止在中东地区出现在全球 都陆续可以看得到 尤其在美国里头 美国的内部 还有舆论当中有非常多 而且非常明显的分裂的这样子的声浪 美国国务情布林肯也承认说 政府的内部里头 还有对于拜登的战争政策 基本上也都会出现了分歧的看法 在嘶吼尖叫声之下 警民互相推挤 常面一团混乱 200名挺拔了斯坦示威者 聚集在菲律宾马尼拉的 美国大使馆外大声抗议 据美国当地周二就有20万名示威者 聚集在美国首府华盛顿 谴责日益高涨的反犹太主义事件 大喊支持以色列 然而CNN揭露事实上美国社会近期激起反犹太 和恐穆斯林情绪 纽约布鲁克林区 一名带着阿拉伯头巾的男子说 他被一名指控他支持恐怖主义的女性攻击 The 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 received over 1200 requests for help and reports of anti-Muslim bias in the month since October 7 triple the figure from the same time last year 美国人民出现严重对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封内部 email里也承认 国务院内对于拜登政府的战争政策 出现分歧 Mr Blinken wrote some people in the department may disagree with approaches we are taking or have views on what we can do better we've organized forums in Washington to hear from you 不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持续给欧美施压 如果以军不赢得这场胜利 不消灭哈马斯的话 下一个就会轮到欧洲和美国 每个文明国家都可能会暴露在危险之下 TVB的新闻综合报导 回来国内 我们来关心到大家也都非常看 而关心的就是蓝白确定核乐 而且当然 核的过程当中或许有一些风波 但是这个风波似乎也延续到今天 这个蓝白可以初步整合 国民党似乎是有备而来 怎么说呢 因为呢 他们知道民众党不会接受德国民调 所以他们改采的是点数制 而原本捐持全民调的柯文哲 在会议上也答应 甚至呢也跟侯友谊握手 不过到底是不是让太多了 他的幕僚似乎是不太认同 小燕姐 为什么刚刚会眼眶泛红 是不是觉得受委屈 看得出来是强颜欢笑 蓝白和达六点共识 现场国民党各个堆满笑容 唯独科办发言人陈志涵 联合竞选 不但笑不出来 全程眼眶泛红泛泪光 更一度被捕捉到在擦眼泪 看似冲击不小 因为结果跟原先的设定不一样 这个会谈的气氛应该是非常融洽的 最主要的就是大家都有那一份共识 15号上午10点 原本各自带着两位幕僚 进办公室协商 过了20分钟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突然说希望幕僚全部离场 让主帅自己谈 国民党早料到 民众党不会接受德国式民调 还是先提出要抵政党实力 果然被拒绝 于是提出点数字 而坚持全民调的柯文哲 则答应跟侯友宜在同选票上 只是幕僚认为侯柯一组 已经计入政党实力 为何在误差范围内 还要让分给侯柯配 认为退让太多 柯正宜弥漫低企 如今却宣布与国民党合作 请问是国民党变了 还是你变了 我更痛恨民进党 我今天实在是 心情很不好 面对国民党有备而来 柯文哲 柯文哲独自跟对手协商 结果出乎自家人意料之外 紧接着接受学生们考验 还当场被呛 既然讨厌 为什么要合作 柯文哲这样解释 跟国民党联姻又喊会监督亲家 柯文哲的逻辑没人懂 藍白初步整合 国民党欢欣鼓舞 柯银哀哄遍野 心情很不好 心情不好也是自找的 TVBS新闻 董佑君立平台北报道 不過我们看到是 藍白河终于了新共识 但底要怎么配 是侯科配 还是科侯配 现在呢大家都还不知道 什么终于公布 就是这个星期六 总统嘛 他比较务实一点 他之前已经跟民进党 合过一次了 效果不太好 就已经有潜力了 然后那他干脆就自己 选到底就好了 沿岸2024总统大选 藍白河已成定局 柯文哲支持者 一时间真的满腹怒气 认为柯文哲让太多 结果形同侯科配 灌爆柯文哲脸书 有人说不是要义无反顾拼一次 不懂柯P为何要同意 如此不公平的协议 如果柯不是正的 我就不投总统 还有人无奈民调结局 可以预见 我这一票是賴清德的 不归担心支持者反而会离台 柯文哲苦笑回应 柯粉洞向未明 不满和焦虑 直接反映给党籍民待听 当然很多的朋友就打来了 当然就是说这个结论是这样子 是不是对我们比较不利啊 现在看起来大家一时 对于这个结论呢 有一点内容上不明白 所以有一些这个气氛 真是有点低迷是没错 有别柯粉怒批 侯友宜支持者留言 认为团结一心 蓝白配一定赢 我偏是一个侯友宜当正的啦 我比较希望侯友宜上来 可以先把国内战稳定下来 算一大进步啦 因为之前炒了蛮久 民意两样情投票异象 似乎得等到18号 侯柯佩还是柯侯佩出炉 才能更确定 蓝白河往前推进 但传出就在请一天 侯海创办的郭台迷 就打电话给柯文哲 希望在15号蓝白写箱之后碰面 但柯文哲没有答应 我不知道啊 平常他们就可以随时的 互相打电话 互相约见面吃饭啊 再整个就差凝聚郭台迷势力 蓝白先成行 怎么拉回支持者的心 是当务之急 T月圈董佑俊 刘玉俊 刘立成伟佳琪 李品宇 杨佩瑜 台北长报道 不過不管怎么合 其实在2024的总统大选 热度绝对是非常高的 而现在陆委会也提出 大陆的情势报告 只是指出说 中国大陆现在开始介入 台湾的选举 这个力度开始越来越大了 而诸位邱泰山也说 甚至连美国总统拜登 都提醒台湾要特别小心 陆委会发布第三季 中国大陆情势报告指出 随着选举接近 对岸针对台气茶税 贸易壁垒 以及农产品和观光等议题 进行明显的政治操作 已经加大戒选力度 包括美国拜登总统 都有提出这样的一个提醒 中共在这一次的戒选上面 从过去比较低调的 或者是台面下的 这一次基本上都已经运用到台面上来 民进党所谓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招数 可以可以修营 我们倒是要提醒一点 一到选举选举一到 民进党加紧 就会加紧使出各种的奥布 谋取选举的利益 国台办在例行记者会上反驳戒选指控 但显然对台湾的选情也密切掌握 对于赖清德上媒体专访时说 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 是亲中政权的大外宣 他如果当选 战争风险是最低的 郭台办对此毫不客气做出回应 一个台独工作者说这种话 大家能够信吗 如果传言属实的话 这两个人凑成双毒组合 毒上加毒 对台海行事意味着什么 这种政治的口水 老共常来都 常年来都不缺 我们也不需要特别的对他的口水 他要再去做什么样的回应 重点是在于说 他具体对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威胁 此外针对徐春莹事件 引发的双重国籍争议 国台办抨击陆委会的说法 是赤裸裸贩卖两国论 至于蓝白和最新的协商进度 国台办没有正面表态 只说注意到了相关报道 TPP的新闻综合报道 而现在眼前必须要来解决问题 就是缺工危机了 尤其现在有四个行业 在明年1月份的时候 人力需求其实是达到了新高 当中包含了营建业 还有住宿餐饮 休闲娱乐的缺口 其实也都是明显偏高的 尤其是我们刚提到的营建业 创下了由统计以来的最高缺工记录 而现在我们台湾也要引进了 印度的劳工 有专家认为说 其实通过他们的教育 还有治理 都是必须要来好好规划的 劳动部公布明年第一季的人力需求调查 其中1月的需求净增加4.9万人 尤其是营建业的需求更是创下 有统计以来的最缺工记录 根据资料显示 营建工程业人力需求4276人 住宿餐饮支援服务业 医疗保健社工服务以及娱乐 还有休闲产业都创下了历年同期新高 这些缺口应该怎么缓解 各行各业都想起缺工警报 官方证实将引进印度移工 计划最快12月跟台湾签署合约 你派遣大约10万人次 预计最快明年1月就能来台 未来在台湾的制造 营建 家事工作 以及农渔业等领域 都能见到印度人的新面孔 他们过来就要适应我们这边的环境 所以不是我们要去适应他们的环境 其实有一个好的方式的管制 但也引发不少担忧 有网友在底卡发文 担心开放印度移工 台湾要变性侵倒了吗 也有人在公共政策 网络参与平台 反对开放印度移工 另外还有语言问题 其实在印度会讲英文的人 只有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劳工阶级更低 还有宗教跟饮食也得进一步考量 根据劳动部统计 截至二零二三九月为止 台湾共有七十四万八千名的移工 前四名分别为印尼 越南 菲律宾及泰国 引进移工期盼能缓解等礼荒 据的新闻书山米捷台北上报导 今年六月底才上路的车辆违规继点 新制呢 因为遭到了职业驾驶人的强力反弹 所以说交通部长王国才 宣布说要暂缓两项的继点 分别是哪两项呢 第一个就是公车站牌 还有交叉路口十公尺内 微停的这两项将会暂缓 今年六月才上路的新制度 现在又有新的变动了 像我现在的交叉路 原本违规停车是要被祭典的 还有现在公车站牌附近十公尺内的距离 如果违规停车也要祭典加开罚 但现在这两项的祭典制度要取消了 祭典制度驾驶一年内 累计十二点会被吊销值 照两个月被驾车等职业司机反弹 现在新制度调整为交叉路口 或公车站十公尺内围停 一样要罚六百到一千二 但暂时不祭典 但要注意如果并排停车被罚两千四百元 祭典也没取消 也有驾驶认为虽然可以减少祭典几率 但祭典制度还是很不友善 从今年六月底上路的祭典制度 引发职业驾驶反应 包括临停空间 专用车格不足等问题 原本交通部讨论要全面暂缓祭典 但陆全团体认为并排围停还是很危险 到十一月中交通部长王国才才正式回应 明年六月前 有招踏路口和公车站十公尺内 为停不祭典 并排停车还是照样计 各个城市的这些临停的空间 或专用停车格是的确不足 所以我们有一个权益措施 是希望在明年六月以前 希望22个县市把临停 包括防线跟专用车格把它划好 除了一位要求司机不要违规 如何好好规划道路空间 让驾驶和行人之间方便和安全性取得平衡 也是当前最大课题 体育新闻什么节 曹日人台北采访不到 不论是祭典还是罚款 其实都是希望 都是透过这样的手段 让台湾回到一个行人天堂 因为有很多在国外 尤其在日本这个住过的台湾人 回来告诉我们说 其实对他们来讲 台湾的路况真的不太好 有一个旅居日本工作9年的台湾人 前几天回到台湾来探亲 结果他就在高雄的街头 只是想要去买个便当 买个午晚餐 没有想到就目击到好几个乱想 男子汽车外出买饭 一辆汽车堵住巷口 一群人站路中聊天 也没打算要移车 骑士从缝隙专出 过没几个路口 又募集交通违规 梯子路同行的汽车 红灯右转 还没绿灯 又有驾驶等不住 夸张的还有汽车逆向 也没打算让顺向车 一连串的违规 让旅居日本的高雄人 觉得很不习惯 可能要一个礼拜 开车一个礼拜 我才会看到一件违规这样 我居住的地方 对 在台湾的话 现在我想随处 大概十分钟可以看到三四千 林先生旅居日本工作九年 每年至少回来一次 几天前返台参展探亲 习惯日本的交通 他回高雄老家第三天 骑车出门 就遇到夸张的违规 这个的话 在日本的话 会有那个警卫 警卫来指挥 骑单车在高雄市区 要闪避路上的障碍物 林先生也分享 他在日本东京居住的穿越市 车站附近 车流虽然没有高雄的街道多 但交通仅然有序 行车尊重彼此的路权 相较台湾的交通 乱象比较多 可能的话就是开车 骑车就是你顺顺的开 你也不会想说会发生 可能不太想说会发生什么事故 但是在台湾可能是 在你不经意的时间就发生事故 比较没有那么压迫的感觉 那在台湾就是违规的很多 我觉得应该是跟日本人 本来他们的国情跟个性 本来就是有关系 曾到日本旅游的民众 也对日本交通手法里让的印象深刻 台湾用路人有些太随性 横冲直撞的不少 进步空间还很大 这也是旅居日本的林先生 回台最有感的地方 TVBS新闻 艾朝贤黄小琪高雄报道 好看完路上交通 我们来看到是空中交通 你知道吗 其实现在跟疫情前相比的 空中交通量的话 全球航空交通量 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97% 几乎可以说是满血恢复了 所以说各大客机还有飞机 他们的需求当然也都是明显的增加 像是杜拜航空展两年半一次 这一次他们也展出了很多新型态 不论是军机也好 或是客机也好 但是当初有一款 或许大家会觉得非常吸睛 音乐真的是非常奢华 整架飞机全部都是商务舱 而且所有的位置也都能平躺 从俄罗斯骑士特技飞行表演队 到法国飙风战斗机 依序滑破天际 还有美国空军欧星力写研发的 波音KC-46空中加油机 以及C-130J超级大力神运输机 两年一度的杜拜航空展 周一在阿勒马克图姆国际机场盛大开幕 全球最先进机种分分亮相 强版面 除了各国的军机 货机 全新概念机 还有锁定奢华旅游族群的客机 走进这家空吧A319 机上44个顶级配备的座位 通通能平躺 座椅背后没有箱萤幕 而是人手一台平板和耳机 身为航展主办国阿联酋航空不落人后 展示四家的空吧A380-800 同样仍有商务和头等舱的顶级享受 包括复射了豪华酒吧 以及一应俱全的外域设备 另外这架堪称整个航展最小型的飞机 则是由德国一间新创研发的电动垂直起降机的原型 包含飞行员在内可承载5人 里程则有250公里 另外还有送货的版本 在中东冲突扩大的同时 全球航空也正上演大复苏 让包括阿布达比王储 杜拜帮长等政商要员 通通经历这场为期五天的航空展 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目前的航空交通量已经回复到疫情前的97% 也让航转在开幕的第一天 就敲定多张百亿美元的大订单 阿联酋旗下的低成本杜拜航空也跟进 下定总加110亿美元 共30架波音7879梦幻客机 隔天伊索比亚航空也宣布要订购31架波音客机 身为大型民航机制造商的美国波音 周一股价大涨5% 除了订单借到手软 最主要是可能会在这星期 APEC峰会召开期间迎来好消息 根据彭博报导 中国大陆考虑解除对波音737 MAX 客机的进购力 反观另一间民航机制造龙头 欧洲的空中巴士则在杜拜航展吃了闭门根 不只目前夜机挂零 阿联酋航空还表示 要把空巴A350科技的大订单给延后 随着两个星期后 第28届联合国气候峰会也将在杜拜召开 买新飞机采购永续燃料等 持续成为航展热门讨论议题 TVB的新闻总统报道 对于航空市场来讲 还有个热门的讨论议题 当然就是环保了 今天的《辽国记》 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环保话题 我们先来看到 其实现在我们的冰川 真的是融化的速度越来越快 在20年当中就加快了5倍之多 我们说的地点是格林兰冰川 根据哥本哈根大学的研究 他们盘点了总共是1000座的冰山 发现说全球暖化也导致 他们的冰川融化的速度 刚提到了20年之内 就增加了5倍之多 如果全部都融化的话 将会使海平面上升至少6公尺 而且他们也去推算说 他们平均冰川的每年缩减量 光是一座可能就每年少了25公尺 所以算下来的话 从2006年到2018年 海面上升的这个高度 只有38%都是来自于格林兰的冰川 或是冰原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 这个规模当然是非常大 所以如果这样子暖化的情况 再持续下去的话 在2030年也就是呢 在这个7年过后 北极夏天恐怕就完全看不到冰了 全球的平均温度呢 现在比工业革命前上升1.2度 而我们说1.5度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门槛 如果超过1.5的话 恐怕全球的气候系统 还有很多的气候灾汇 就会频繁的出现 但是或许大家更担心 会不会有些什么僵尸病毒 或是一些比较罕见的病毒出现呢 因为呢如果真的没有冰怪的话 也会导致冻土永远融化 冰当中的甲丸这些温室气体 第一个会重新的释放到大气当中 还把一些有传染力的古老病毒 重新的带回世界 这恐怕也是很多的工卫专家 非常担心的 再来我们来看到 其实要节能 在日本之前就提出了轻能战略 但台湾的脚步似乎有一些太慢了 乍看之下就是一般休旅车 但它可是近年韩国汽车大厂 所主力发展的轻能源车款 而日本品牌也同样瞄准商机 如今这全球两大车厂 已经摩拳擦掌 想要进攻台湾的轻能源车市场 只是想推行政策也得先跟着动 这些方案都还在草原当中 等于说就算我现在引进 这些车是没有办法合法上路的 应该在2024年的第二季 日本与韩国除了把它纳入重要能源政策 也在背后支持补助 像是日本的轻能源车 已经逐渐形成生态系 而嘉庆站持续推广设立当中 再看到韩国已经有超过200座 加清站三万辆氤燃料电池车挂牌上路 就连轻能巴士也广布在20多座大小城市 那台湾呢现在才在起步阶段 在韩国其实他们在国会大厦 其实就设置一个清气站 在整个政策推进上面来讲是快的 成果也看到有初步的这些成效 只是未来清气降价全球更广推行 嘉庆站遍布开花是各国努力的目标 国发会在去年3月发布的 净零12项关键战略中 轻能就排在第二位 预估全球轻能到2050年需求 将成长到5.3亿顿 国际能源总署也指出 2050年轻能运用会大幅提升到13% 成为下一世代的重要能源选项 就是因为它能成为 净零叛台目标的重要关键 用氢不管是燃烧 还是用我们刚刚讲的 透过燃料电池直接的 这种电化学的反应 它的能量转换的过程 都不会制造这些污染物 而看到国内中油也积极在做能源转型 像是这座的复合站 除了能够加油以外 来到这一区就能够看到 也设置了电动车的充电站 但是在未来的规划蓝图当中 周游也打算要加入了轻能源政策 也因此他们预估在高雄 要设立第一座的夹青站 周游想担下亲戚攻击者的角色 布局轻能就得超前部署 只是要设置也得先消除民众 对于夹青站安全性的疑虑 目前我们的场子选定的是一个 比较人烟稀少的地方 所以在整个的法规 一定是符合法规 而且是优于法规的部分 年底要建制完成要很努力 一估是明年的五六月份会弄好 但是这段期间就要就 我们就会开始进行社会沟通 他可以烧的这个范围就会比较广 那这个是他一个比较潜在的一个危险性 但是因为刚刚讲 他因为也容易扩散 所以他不容易聚集 所以反倒真正发生意外的时候 他对人员的安全不见得是那么的危险 经济部能源署已经在十一月一号公告相关许可办法 中游将提出申请设置夹青站 各已经规划出三阶段的推动 从短期先建立首座夹青示范站 透过轻能载具示范运行计划 民众实际体验接触 让社会开始对他有所了解 周期阶段配合国家政策 二零三零年巴士全面电动化 再到物流车货柜车卡车等 逐步建立其北中南加青站的网络 而放眼长期规划当然是 愁轻能应用全面发展 带动产业链建立情景家园 因为目前的电力这个区块在国内还是 风电还没有全部上来 历清这个区块可能还是以后可能需要国外进口 供给来源与成本太高都得一一克服 台湾得赶紧跟上国际步伐 才能朝清净环境迈进 特别新闻 廉志舅轩台北报道 过去大家也都认为说 这个快时尚危害了我们的环境 但现在你听过素食尚吗 什么是素食尚 就是透过AI的方式呢 AI的手段 其实让整个生产流程更加快速 无形当中也减少了很多的浪费 对我们的环境当然也就更加的友善了 而现在素食上是有ESG色彩的 第一个他们可以透过AI技术 对颜色啦纹理厚度的布料特性进行扫描 所以说他可以最短时间 找出最佳的打板方式还有裁剪方案 当然就可以减少布料的浪费跟品质下降 还有呢 其实过去你可能要花费很多的人力 才有办法做出一件产品 但现在如果AI技术的话 两个人分成一组 每组呢五天之内就可以做出一件的产品 当然对他们的消耗是比较少一点的 还有速度也是明显偏看 可以减少一些存货的压力 因为他可以先接单再生产 避免这些库存最后变成垃圾 当然减少浪费也是有向我们的环境 再来我们来关心到 其实对很多的精品品牌来说 他们必须要维持他们的高价的升这个价格 还有他们的地位 恐怕就会有一些可能让他觉得比较浪费的行为 第一个过去认为说有焚烧未售出的库存 被环保人说这个行径也太卑劣了吧 还有像是把这些卖不出去的产品 大家很常会去Outlet捡便宜 还有像是年度特卖还有员工内购 甚至直接线上直播 带大家来看到说这个仓库里头有什么 其实也可以减少库存 最后会把一些回收的精品再重新制作 像是LVMH的集团就有跟这个法国的回收商来进行合作 就是希望可以减少浪费 不过其实对美国人来说恐怕他们认为单身是被惩罚了 走向结婚殿堂或许不再是大部分人的选项 美国有将近半数的成年人 超过1.17亿人都是单身状态 虽然不婚不育人生美丽的声浪越来越大 但这些单身贵族却要面临财务上的挑战 根据调查美国单身族群的焦虑原因都跟财务有关 将近4成担心整体经济状况 还有3成5担心通膨的冲击 我肯定认为单身贵财务 比单身贵财务更高 如果你单身贵财务 单身的开支真的比较多 假设在南卡罗莱纳生活 这里的生活成本在美国算是中断班 如果是双薪没有小孩的已婚家庭 一年花费大约是4万7千5百美元 单身没有小孩的人一年花费 却需要将近3万美元 而且每一项目拆开来看 单身不论在交通或是食物等支出 都比已婚伴侣 每个人平均要花的钱还要多 单身就只能自己扛所有的花费 尤其像是租房或是交通等等费用很难缩减 在痛膨高涨的实际点上 确实越来越吃力 在所得税上单身族群也要多付44% 因此一系列金打细算下来 未婚一组手头上能用的钱 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处处有余 调查显示1989年到2016年之间 一婚伴侣家庭的净资产是单身家庭的三倍 但对于很多单身贵族来说 就算贵但每一分钱都是自己掌握的自由独家 因此专家建议在生活开支上不妨找个信任的人一起分担 像是找个室友一年就能节省1.4万美元的费用 虽然就财务层面单身不见得划算 但能坚持自己的方式过生活依然是单身的一大魅力 专家认为只要精打细算 单身确实能享受到像贵族一样的生活 而不是开支贵到快被账单压垮的族群 举业新闻众客报道 好 新闻的最后要再跟大家宣导这件事情了 就是我们下个星期一开始也就是20号 我们的新闻直播要拉长啦 从下午的5点钟一直到晚上的11点 有我们三位主播陪大家一起看新闻聊新闻 也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再会 TVBS的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